蔡總統 得獎者代表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0日 國際人權日 本人請代表台灣民主基金會 誠摯地歡迎 並感謝大家參加2022第17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的線上頒獎典禮 台灣民主基金會 每年都會選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頒發亞洲民主人權獎 這是未來弘揚人權的普世價值 並展現台灣對民主人權捍衛者的敬佩與支持 在此 我們要特別恭喜鞏固人權 經過國內外專家學責的嚴格審查 從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成為第17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的得獎者 鞏固人權是註冊於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他們從2013年開始 在緬甸進行人權工作 繳踏實地 收集與調查人權侵犯的證據 賠利在地人權捍衛者 同時 積極接洽各國政府及國際主義的法規及政策影響者 有效地推動政策與法律的改變 努力改善當地的人權狀況 例如 鞏固人權很早就將 羅興亞人危機稱為種族魅蟻 其研究報告成功地受到美國政府及聯合國的引用 以推動進一步的解決方案 鞏固人權認為 堅實的調查是人權工作的基石 他們收集證據 尋找證人提供國際法院及國際刑事法院 就緬甸人權案件進行起訴 他們也積極促成了聯合國以2016年成立 緬甸議題獨立國際真相調查小組 2019年成立聯合國緬甸問題獨立調查機制 2021年更獲得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特別諮詢地位 2021年2月 緬甸軍政府政變 在各地造成大規模暴行 鞏固人權 迅速調度資源 記錄這些對緬甸人民的血腥鎮壓 作為日後起訴的證據 鞏固人權的調查與倡議工作並不限於緬甸 他們更拓展到其他東南亞和南亞國家 包括對難民人口患運及不當拘禁事件進行倡議 並協助過地的人權捍衛者抵抗全市者的打壓 鞏固人權儘管成立僅有八年 已經對東南亞及南亞的人權倡議工作 帶來相當正面的影響 今年的亞洲民主人權獎 選擇頒給鞏固人權 已肯定在國際政治情勢複雜的環境中 其依然為弱勢者人權盡心盡力 我們也誠摯期盼 透過獎項支持 讓鞏固人權這樣的人權團體 更努力擴展他們的工作 讓流離疏守的難民 原口犯運的受害者 及其他受到人權侵害的人們 對這個世界的公益 還能懷抱著一線希望 台灣民主基金會也會繼續 和所有的人權捍衛者站在一起 努力點亮更多黑暗的角落 最後 編人請代表台灣民主基金會 感謝各位對於亞洲民主人權獎的支持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